嗨 各位好 这里是硬检查谈 我是弗良麦查人 这是系列节目带你认识CPU的第四期 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详细介绍了两种逻辑的全加法器 一个是让ABC三个数分别相乘在取货来判断是否需要近位 一个是分AB相同和AB不同两种情况在取货来判断是否需要近位 同时我们演示了一下这种串行近位全加法器是如何计算四位二进制的加法的 只需要把二进制的数按照顺序输入进去就可以得到相加之后的输出结果 这种加法器存在一个弊端 它需要按照顺序从上到下依次进行计算 必须要计算完第一位得到第一位的近位才能开始计算第二位 计算完第二位得到第二位的近位才能开始计算第三位 因此这种加法器也叫串行近位加法器或者行波近位加法器 英文简写RCA 我们假设一个门的计算所花配的时间也就是一个门周期是T 一个四位的串行近位全加法器要得到第四位的近位输出 需要经过9个T的时间 如果位数太长需要的时间就很长了 所以这种加法器延迟较高频率也很难做高 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在输入所有数据的一瞬间 就得到所有数据的近位同时输出结果呢 还真有办法 在上面这个四位的全加法器中 单看其中一个加法器 本位的逻辑表达式是S0等于A0一或B0再一或C0 而近位C1等于A0乘B0加上A0一或B0乘C0 因为加法器有很多位 所以这里我们把里面代表位数的角标数字换成位置数i 就得到了Ci加1等于Ai乘Bi加上Ai一或Bi再乘Ci 这时候我们假设GI等于Ai乘Bi PI等于Ai一或Bi 代入上面的式子我们就可以得到 Ci加1等于Gi加上Pi乘Ci 那每一位的近位我们就都可以用上面的式子表示了 C1就等于G0加上P0乘C0 C2等于G1加上P1乘C1 C3等于G2加上P2乘C2 C4就等于G3加上P3乘C3 然后我们把C1带入C2的式子中再展开 把C2带入C3的式子中再展开 把C3带入C4的式子再展开 就得到了这样的四个式子 我们知道GI等于Ai乘Bi PI等于Ai乘Bi GI和PI可以在对应位输入的一瞬间就得到 因此就不需要等待上一位计算近位了 切除这种表达式实现的加法器 可以在输入数据的一瞬间就得到所有位的近位 那我们还是以四位的全加法器举例 我们先列出所有的AB输入与首位近位C0 让每一位的AB分别乘或得到对应位的P 再让AB分别相乘求雨得到对应位的G 那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就可以按照式子一步一步走了 首先是第一位 A0B0易或完的结果 P0直接再和C0易或一次得到本位S0 P0同时再和C0求雨得到P0乘C0 再和G0求或得到近位输出C1 接下来是第二位 首先让P1和C1求E获得到本位S1 P1 P0 C0三个数求雨 然后P1和G0也求雨 这两个雨的结果再和G1求获得到C2 然后是第三位 先让P2和C2求E获得到本位S2 P2 P1 P0 C0四个数求雨 P2 P1 G0三个数求雨 P2 G1两个数求雨 三个雨的结果再和G2求获得到C3 最后是第四位 同样的是让P3和C3先E获得到本位S3 接下来是P3 P2 P1 P0 C0五个数求雨 P3 P2 P1 G0四个数求雨 P3 P2 G1三个数求雨 P3 G2两个数求雨 最后四个雨的结果和G3求获得到C4 这样的加法器需要四个门延迟 就可以得到输出结果 相对于前面9T的门延迟来讲缩短了不少 这种加法器就被称之为并行境位加法器 或者超前境位加法器 英文简写CLA 但是这种加法器也有它自己的缺陷 就是如果你每增加一位 电路都会越来越复杂 而串型的RCA加法器 只需要一个一个往下接就好了 因此在实际设计CPU的过程中 RCA和CLA会混合使用 以达到保证效率的同时 降低设计难度和制造难度 这个结构频铺在纸面上 看着比较乱也比较复杂 在实际设计电路过程中 一般使用的是模块化表示法 我们把用来计算本位的后面那个异货门挪到前面 这个计算本位的异货门 加上用来求P的异货门 和用于求G的雨门 三个共同组合成了一个全家模块 它的作用是输入A和B和上一位的净位 输出本位S和P与G 中间这一落雨门和货门合并 变成一个四位的净位模块 输入各位上的P和G 然后输出对应位下一位的净位C 此时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就是并行净位全家法器的模块化表示法了 那看到这里你就已经明白了 并行净位全家法器是如何工作的了 和上期结尾一样 这些逻辑门的背后都是电路 我们再把它刻到电路板上 就得到了一个四位的并行净位加法器 可以用较低的延迟完成四位二进制的加法运算 OK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算全部介绍完毕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并一键三连 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与支持 这里是硬检查谈 我是傅良麦查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